我们大学毕业的这几十年的同学还有联系 但是当中有信教的 除了我之外,其他都是基督徒 只有我,还有一位,有两位是佛教徒 其他基本上没有宗教信仰 而且那时候,大家知道戒然时期 对宗教的话蛮习惠的 所以像台大不能讲佛学社,是晨熙社 正大就是东方文化社 但是我是很顿的人 所以那时候连东方文化社 光看到名字就不想进去 因为你觉得我是西语系的人 要学西洋的东西 东方文化社去弄那个老古董 所以那时候可以看得出来 是东方的舞台家中的不懂事 但是也是那时候开始 有时候到书店翻一翻书等等 看到有关佛教的书 有些说佛教禅中的书 会觉得很奇怪 尤其那些禅师的言行举止 非常的经世骇俗 但是那些诗迹呢 有些又是非常好的诗 非常好的记 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所以一方面当然是奇言异行 另外一方面有那么好的诗和作品 所以又有很多公案是当你猜不透的 惊思骇俗的行为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可以说是被那种怪异所吸引去的 那时候其实用中文诸作的佛书也不多 但翻译得倒是不少 比方《信草我哭》 有人翻译得不少灵工大作等作品 所以我接触到佛教或者佛教文学的话 其实是从那时候很不正式的 自己在书店里 书架里翻来翻去所看到的 那时候没有特别什么感觉 而我这一路上来 我是一直念到博士学位之后才去当兵的 所以我当兵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 那时候也结婚了 而且已经到了研究院几年了 所以尤其在座的男士 可以想到军中的那时候还没解研 即是解研之后 那思想还是比较封闭 尤其相对于中研院的学术环境 更是相差甚远 甚至像这两天 打开电视里看 在国军精神战地中 就中间的举光中 所以一直到今天 军队里还是跟我们一般社会有一段距离 更何况是跟崇尚学术自由的中研院 那种学术机构来讲 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冲击非常之大 我这一辈子上学都非常顺 但是那时候可以说是类似一个谷底 也就是你学位一路往上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参居当兵当博士排长 尤其刚开始的时候 入居布兵学教授四个半月的训 每天跑五千公尺 还要攻山头等等 带着步枪 有时候脸还滑黑等等等等 再加上年纪也比较大 要完那时御官 但是那里面御官 年纪比我小的有差到十几岁 有差到十一岁 所以我等于是要跟 年纪差了将近一轮的人一块 跑五千公尺 可能一块攻山头 还有跳跳乡 我就是跳乡的时候角色上 所以那时候真的 在军队里 后来分发之后 我到中正玉校 也是御官排长 而不是对治官 那段时间 刚刚遇到我母亲生病 派我太太怀孕 生小孩的时候 其实我都还不在身边 所以那时候特别感觉到 人家说八苦 生老命死 怨真慧哀鼻 五一至生还求不得 这八苦当中 除了死没有之外 其他人都有感受到 比方说那边真的是很痛苦 年纪比起人来也比较大 然后脚又受伤 希望跟家人在一块 没办法跟家人在一块 还别的 不愿意见到的人 偏偏在一块 就在部队里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想离开也不能离开 然后身体有时候还有一些状况等等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休假 还跟我内人一块 跟我同学一块去算命 人家说穷算命 富烧香 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 生命好像到了谷底那种感觉 结果那一个一算来说 哎呀,看你这个应该类似从前的古往颜值 类似状况还是什么 但是看你这个样子 你看连又朋友的一个平头 连又黑黑的那种 真的实在是很不像 后来我说 那样我拿到博士去位啊 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真的很不像 他说我现在走空亡运 应该是到谷底 不过我要说的是 从学佛之后我就没有算过命 那是在人生最无奈最低的时候 而也就是在那时候 特别亲身体会到所谓的苦 因为以往看书啊 或者因为年轻离壮 你不能真正领会到体会到苦 你顶多看文字上自己以为了解 但是那跟亲身体会的苦 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就是在当兵的时候 那种苦闷 所以我当兵的时候 后来在寝室里 当御官排长 有两个人分一间寝室 在寝室里 我的书架里都是佛书 就是因为看到苦 还是就想该怎么办 心里那种苦闷 甚至我自己是念文学的 但是在文学里 都还觉得没有办法找到慰藉 或者没有办法找到出路 所以只有在宗教 就在佛学的书里面 可以让我得到对于我眼前的困境 给我一些解释 甚至给我一些暂时的解脱之道 所以满价值的都是佛书 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是看广季老和尚的开释路 当中一句话 做事要心甘情愿才会长智慧 因为那时候 尤其得到博士 再去当浴官排长 两个礼拜才休假一次跑台北 看小孩等等 那时候真的是心里蛮不甘愿的 所以那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所以我当兵的时候最受用的一句话 但是在满书架的书当中 当中也结缘的 但有很多是我自己请过的 当中我觉得最能够说服我 让我觉得最同情达理 能够符合佛教正心的佛教 而且又符合我们一般 遇到世事的情况 人际世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圣言师父的书 所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而且又多看了他一些书之后 其实到后来才晓得 原来我大四的时候 遇到一个正大习与习有个女生 那后也会跟他大一大二 然后就跟着师父打残棋了 所以才晓得 原来这个圣言师父 就是当初我的学妹的师父 参加一块打残棋了 所以那时候这印象就很深刻 而且那时候就想说 我退伍之后要赶快来归一 虽然不太晓得归一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晓得光读书是不够的 所以当兵回来 第一个礼拜我马上先回南头看 拜望我父母亲 第二个礼拜 周末我就一个人爬去农堂市去归宜 归宜还有个法名叫果希 希就是人之旁一个喜爱的喜 所以就是喜乐的意思 我还查了说文解字 这个字是乐的意思 所以我想刚刚这个字 如果说我看这个字的结构 人旁边有个喜 第一个你要喜欢人 第二个要让人家喜欢你 你就是要几滴滴人 你就是要几滴滴人 你就是要几滴喜喜人等等 这是我自己在这边说文解字一般 但是从1988年归一 还是没有很认真再去学 一直到92年 刚刚是师兄介绍的就参加残山 其实那是社会精英残山第一次办理 因为我那时候晓得光看书是不够的 一定要去实修 但是怎么去实修呢 不晓得 然后也没有参加农产世界禅作会等等那些 所以刚好看到人生杂志还是哪里 说有精英残山 我就很感兴趣 但是我就打掉到农产市去 我说这个我很感兴趣 很想参加 但是我不晓得我算不算社会精英 那时候我记得接电话的是赵某林师姐 她那个电话 她妹妹在那西里西玩我两件 她就说你在哪里服务 我说我在中原院 敷衍救援 算了算了 我说算了 既然你说算那我就去 所以就去那边 所以那是第一次她接受 顺便受了